德国慕尼黑列车站日前才发生五人死伤的杀人案 如今美国马萨尔诸塞州也传出类似案件 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 一名男子先是在波斯顿郊区的一家商场内 挥刀砍伤两人 接着又在商场附近的一处住宅袭击了两个人 被砍的四名受害者中 有两人因为伤势过重毙命 另外两人则没有生命危险 而持刀伤人的嫌犯 也被一名当时没有在值班的执法官员击毙 案发后警方一度将商场内的所有人紧急疏散 并封锁了现场 至于嫌犯的身份和干案动机 目前都还不明朗